作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普及范本,乡土中国的国民接受度在专业学术类研究著作中是非常高的。 今天呢,就让我们来阅读一下这本中国社会学的里程碑著作。 作者费孝通先生于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州,是20世纪初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将中国的社会学建立为完整学科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设计师。 他曾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提出过极具代表性的五脏六腑研究方法。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想要重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科,必须要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和完整组织,这是时政学科的五脏,同时还要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 人才是研究部门能够成功运转的六腑。 其实费孝通先生的出身并不贫苦,甚至可以说与他所研究的农民阶层毫无关系。 他的父母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世家子弟。 祖母的娘家曾是吴州同里一代有名的绅士家庭。 费孝通先生的祖父一生喜欢研究算学,虽然没有参加过科举,但也曾著书立说。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先生的祖父和清朝末年著名的语言学家杨敦仪是世交,曾在杨敦仪参与慈海编撰时帮着做了一些教队工作。 费孝通先生的母亲是一个受过新文明教育的开放女性。 他崇尚男女平等,喜爱新事物,更是在吴江县开办了第一所新式学堂。 但就是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的费孝通先生,选择了与他在阶层上相距颇远的乡村农民作为研究对象。 这或许得从先生的一位老师说起。 费孝通先生曾师从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吴文棗先生。 吴先生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的社会调查必须区别于西方的学者。 也正是在吴先生的影响下,费孝通先生才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民族特性的自觉。 在费孝通先生成长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学科还处在未开化的阶段。 当时,中国学术界对社会学没有清晰的概念,对于社会调查和研究也仅限于模仿西方国家,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数据的整理上。 在当时的研究人员看来,社会研究就是做出一份完整和准确的社会数据,社会学仅仅被看作政府工作的数据来源。 面对这种情况,在大学讲授社会研究的费孝通先生发现,学生对于冷冰冰的数据毫无兴趣,即便是学院的教师们也将搜集数据看作枯燥乏味的工作。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深受吴文藻研究方法影响的他,坚持将伦理思想与社会文化相联系。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都隐藏在中国的农村中,通过对农村生活的剖析便能够洞悉中国社会中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发生和变迁。 只有搞清楚了中国社会中价值观游和而来的问题,也就才能明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他们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自己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的作品。 这本书是中国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乡土中国》也被作为中国文化和社会伦理研究的范本。 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类学和实地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农村中的底层文化和伦理道德进行解析。 费孝通先生认为,要得到中国社会的真实全景,就要保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时刻立于中国的国情。 既然中国的社会学是为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那么《乡土中国》的写作也必须是从中国的土地中土生土长出来的。 所以在写作过程中,费孝通先生非常注重实际势力的运用。 除去提出差序格局、实施权力等概念外,他并没有对相关的学术思想做过多的解释,而是使用大量的故事来讲述。 这是因为,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观念和农村人的心理都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 《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是费孝通先生在云南大学任教时,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的内容选编。 整本书共收录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十四篇论文。 在内容方面,则涵盖了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到法权伦理等多个方面。 《乡土中国》主要描述的是,中国从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 以及由此引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伦理和文化的思考。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和西方社会模式发生接触。 在这之前,中国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 整个中国社会也是建立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上的乡土性社会。 但是,当遇到商品经济至上的西方社会模式时,出现了无法融合的现象。 建国以后,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考虑, 中国开始了对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的整体改造。 在改造过程中,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一换再换。 从文化下乡的扫盲运动到法治观念的普及, 中国政府为改变农村的落后和贫困做出了莫大的努力。 但努力却不讨好,原因就在于,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所谓的中国农村根本不了解。 在费孝通先生之前,不少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著作, 都将焦点定在了数据上。 以为只要掌握了中国农村的数量、农民的人数, 再制定相应规模的扶持计划就可以了。 但遗憾的是,新型文化和外来思想, 在乡土性极强的农村寸步难行。 面对这种情况,费孝通先生选择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 通过研究农村社会中乡土性特点的由来和时代变化, 找出了新型政策无法下乡的根本原因。 同时,通过这种研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通过乡村研究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思想。 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乡土的特点归类为阶层、血缘、自我核心三个基本范畴。 在这个基础上,他分别写出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插序格局、细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理智秩序、 无诵、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明时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 通过费孝通先生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思考,我们不难理解。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甚至整个社会中,为何会存在许多别具一格,与西方大不相同的社会模式?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距离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建国初期物质匮乏、交通闭塞的落后局面。 今天的我们和全世界的交往密切。 中国年轻一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曾见过费孝通先生口中的那个乡土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面对这本著作? 这些研究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而言是否仍然准确? 又能对今天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通过接下来的阅读,相信大家会找出答案的。 我们将跟随费孝通先生的思考脉络,先来看看什么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底色,以及对中国社会改革中产生的影响。 本书第一句,费孝通先生便开宗名义地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从最根本上看,在于它的乡土性。 虽然从表面上看去,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阶层,它们有的跟乡土阶层相距甚远,但是它们都是从乡土社会中衍生出来的。 乡土的本色就在于土,中国乡村生活中最离不开的就是土地。 自古以来,民以石为天,种地是中国农村人最普遍、最简单的谋生方式。 虽说,从目前的全球历史来看,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只有中国产生了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乡村社会。 种地对中国人究竟有多重要呢?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讲述了两个例子。 曾有一位美国友人好奇地问费孝通,为何一些原本生活在中国平原地区的人迁徙到草原之后,首先选择的不是最适合的放牧,而是尝试开垢土地,进行播种? 无独有偶,费孝通先生曾经的老师史璐国也曾对他讲过。 中国人,就是到了气候恶劣的西伯利亚,也要固执地种下自己带来的种子,试试看能否成活。 这种对土地和耕种的依赖,造就了中国农民对土地充满了特殊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现在远离土地和耕种的城市人所不能理解的。 从农业、游牧业和工业的区别出发,费孝通先生告诉我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没有办法像牧民一样随水草而居,也没有办法根据工业的发展责承而居。 他们的一生都被捆绑在了土地上。 长在地里的庄稼不能动,伺候庄稼的农民也是本身插住了土里。 土气,土气,就是从无法流动的土地上得来的。 不流动是中国乡村社会最大的特点。 这并不是说农村人是完全固定的,而是说在中国农村,人和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是相互孤立的。 在中国的乡村中,以住在一起的集团为基本单位,每个单位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这是因为,就农业生产来看,每一个单位都可以自给自足,对单位之外的世界没有需求,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合作交流。 这种单位可大可小,大到上千户人家,小到仅有三家人。 只要能够满足生活所需,都可以成为独立的村子。 农民聚集成村,大致有四个原因。 一是因为所谓的分工合作仅限于一家人之中,所以每一家能够照顾的土地面积很小。 大家照顾的土地在一起,自然需要集中住在一起,且村落和土地之间也不会相隔太远。 二是因为,农耕非常依赖水利,虽然耕种是自家的事,但完整的水利和灌溉系统是单户人家无法完成的,大家相互之间有合作的需要。 三是因为,中国地势复杂,为了免受动物伤害或者其他村庄的欺压,大家集中在一起更为安全。 最后,由于继承的原因,原本一家的土地会被众多的子孙一代一代地分割继承。 人多了,土地不够用了,就开垦新的土地,扩大村落的面积。 渐渐地,村落的面积便会越来越大,人口也会越来越多。 既然有农村,就会有农民。 农民和农村一样,有自己的特点。 费晓通先生说,在城里人眼中,农村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鱼。 这个鱼,除了指农民普遍知识水平不高以外,还特指农村人总是排斥新事物, 使得任何在农村推行的政令都需要花费上更多的时间。 就这个问题,费晓通先生首先讨论的是农村文化问题。 他在书中称道,说乡下人愚钝,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比城市人差,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 所以,他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文字下乡的势力。 但是费晓通先生讨讨论这件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倡扫除文盲,更不是贬低农村人, 而是为了说明农村之所以没有文字,因为他们其实并不需要。 想要在农村普及文字,首先要改变的是他们的人缘结构。 那么,农村为什么没有文字呢? 这里说的没有文字,并不是说文字在这里不存在, 而是在农村人的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文字很少, 他们不需要很多的文字,便能够正常生活。 这就要先从文字的用处开始谈起。 费晓通先生在这里讲到,文字的产生是出于对记录的需要, 从节省济世到现代的白话文,都是承载着这一用处。 除此之外,文字还有一种与此相似的用处,那就是满足间接接触。 我们人类,不管是表达情意,还是相互配合, 都需要沟通。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两个不能见面的人想要沟通, 就必须有人居中传话。 如果有了文字,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虽然文字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但是与语言相比,文字并不能称为完善, 它只是一种间接说话的方式。 而在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来往都是直接接触, 即使有个远距离需要,通过广播和电话就可以解决, 文字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 在中国的农村,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满是熟人的社会中, 同一个村子里的人,小到刚出生的娃娃, 老到古兮之年的长辈, 相互之间都有联系。 年龄差距越小,相互之间的交往也就越亲密。 换句话说, 大家平日里相互合作的人都是熟人, 大家之间几乎天天见面。 古人说, 于鸣勇而居, 久之能以足音变人。 说的是, 在面对面的社群里, 甚至可以不用抬头看对方是谁, 光停接脚步声就能知道是谁。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 都会保留着一类习惯。 例如, 听见有人敲门, 大家都说会简短地问一句, 谁啊? 这时候, 来人只需答一声, 我。 双方就已经知道是谁了。 这样的交流方式, 在满是陌生人的社会中, 肯定是行不通的。 乡村竟然是一个熟人的社会, 相比较不够完善的文字交流, 这种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更为实用。 那么, 在不太需要文字的乡土社会, 想要普及文字, 又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是, 让面对面交流变成非主流的交流方式。 最早出现的文字, 都是发生在庙堂之中。 直到改革初期, 乡下人都认为, 文字和文化与它们没有什么关系。 不论在空间上, 还是在时间上, 在面对面交流占主流的社群中, 人们都不需要依赖文字来满足生存。 如此一来, 想要普及文字, 就要先改变中国基层中的乡土特性, 让它们从熟人的社会, 转入不太相熟的社会。 在熟人不够多的情况下, 文字自然变成了必须的交流手段之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变得简单快捷了许多。 但是, 基于网络的交流, 却让我们越来越远离了熟人的社会。 在每个人都是朋友, 又每个人都不熟悉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似乎又有些怀念那种足音变人的默契与安心。 现在网络上有人提倡回归乡村生活, 认为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 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打开方式。 但是, 即使我们能够回去, 也不可能是曾经那个足音变人的世界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归乡土, 文字又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费孝通先生还将介绍乡土中国的哪些特色。 在从城里下到乡村的工作者们看来, 农村人除了鱼, 还很丝。 这里的丝说的就是自私。 当然了, 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自私, 是不带有任何贬义的, 它只带的只是一种有特性的价值观。 苏语说,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中国人尤其喜欢将自己和他人明确区分开来。 当然, 说到区分, 有些读者或许会觉得西方国家中的独立性和界限感要比我们明确得多。 费孝通先生也非常赞同这一点, 但是他想要强调的是, 中国人区分自己和他人, 是为了更好地从自己出发, 创造差序格局。 这里的差序格局, 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专门代指中国社会伦理结构的名词。 尽管在书里, 先生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来解释什么叫做差序格局。 但他利用了大量通俗的实力来解释, 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结构, 以及这种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差序格局呢?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他, 他说, 如果我们向水中丢一块石子, 它会挤起一层一层的波纹。 这些波纹有深有浅, 离石子越近的波纹越深, 离石子越远的波纹越浅。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石子, 大家在社会中所有的亲友关系, 就是由这颗石头积起来的波纹。 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 离我们关系最亲近的自然是父母、 手足, 再往外便是爷爷奶奶表亲孤直, 若再要往外便是远房亲戚了。 中国讲究, 只要不出五福都是亲戚。 当然了, 如果你生活在比较大的社群里, 那就还包括较好的朋友, 拜靶子兄弟等等。 如果把这种格局形容成一张网, 那么在每个人的网中所覆盖的人都是不同的, 他们不仅包括着现在的人, 还包括着过去的和未来的人。 俗话说, 一表三千里, 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网, 只不过, 网里的人不相同罢了, 相同的只有这个结构。 这里也是很好理解的, 虽然一对兄弟的父母是相同的, 但是却有着不同的妻女, 自然就会有不同的亲家和亲戚。 所以费晓通先生才会说, 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是从私出发的, 差序格局就是从无数个我出发的无数网相互交叉形成的。 既然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差序格局, 那么在这种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又会有什么特点呢? 生活在一个与外界接触不多, 每个人又可以自起自足的社群中。 除去偶尔大型的合作工程之外, 绝大部分时间大家并没有相互的需要。 因此, 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个人都不需要一个稳定且长期的团体。 大家都根据自己的需要, 根据不同的场合与别人交往。 所有的关系都是后期的, 也都是次要的。 既然所有人的关系网, 都以自己为中心。 那大家之间应该怎么排先后次序呢? 为了避免冲突, 中国形成了人的道德思想。 人是儒家的中心思想, 它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 也是一种从私人出发的长幼尊卑。 人是一种笼统的总体思想, 它统领着忠孝替信所有道德规则。 按照费晓通先生的研究, 在中国乡土的差序格局中, 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观念可以超过私人关系的道德。 忠孝替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这就要求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 首先要问过交往的对方与自己是什么关系, 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标准形式。 大家看一件事情办得合不合规矩, 先试看是否符合长幼尊卑的次序。 愉悦在乡土社会中是大不尽的。 既然乡土社会中的人对家之外的人都敬而远之, 那么家人都包括谁呢? 在前面的阅读中我们就已经得知, 家庭是乡土社会中的基本单位, 只是中国的家庭更应该称作家族。 在人类学上,家庭有明确的界定, 即使由亲子关系所构成的生育社群。 但是,生育关系是短暂的, 长大之后的孩子会离开父母, 开始自己的亲子关系。 那么他们与原来家庭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呢? 如果仍然将他们看作家人, 那么这个家族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将他们看作他人, 家庭的范围便始终保持在亲自关系范围内。 这两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和中国在家庭观念上最大的区别之处。 在中国家庭中, 所有的社群分子都可以依据需要的程度, 沿着亲属关系不断向外扩大。 只不过, 这种扩大沿着的线路以复习为主。 在复习扩张的原则下, 已经嫁人的女眷和女婿并不算严格的家人, 因为他们之后会变成别人的家人。 随着子嗣的繁衍, 家族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最初的小家庭必定会发展成人类学上的氏族。 成为氏族之后, 面对庞大的人数, 那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 中国的家庭都是一个事务合作组织, 小的事务, 夫妻双方就可以决定。 如果是大的事务, 便需要族中老少一起商议。 既然大家是一家人, 那么利益便是相连的。 正所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的功名不是你自己的, 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你的婚姻也不是你自己的, 是整个家族的谋划。 在中国, 男女之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 那是建国之后才出现的。 在这之前, 爱情可以有, 但只能跟家族可以接受的人在一起。 否则便要面对重重劫难。 家族生活中的这些原则, 造就了中国早期的夫妻之间, 并不看重爱情, 而是看重彼此家庭, 或者家族之间的关系。 在乡土社会中生活久了的人会发现, 有说有笑, 有情有义, 是在同性和同龄人之间才会发生。 性别, 年龄上的差距, 造成了无形的隔阂。 男女之间, 除去工作和生育, 彼此之间并不清楚应该如何交流。 在费晓通先生看来, 这绝不是偶然产生的。 这是把除亲子关系之外的社会功能 拉入家庭中的必然结果。 2021年的今天, 当我们再次看到费晓通先生的这些文字时, 多少会有些感慨。 曾经旧社会中, 因婚姻而造就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 远离了乡土社会的今天, 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费晓通先生曾说,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由乡土格局造成的。 改变这个结构就可以改变中国群体的思想。 但是他也说道, 离开了乡土社会, 重新面对自由的人们, 或许会再一次迷失方向。 在之前的阅读中我们了解到, 费晓通先生是如何从群体角度出发, 讨论社会的结构发展。 在这其中, 费晓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等概念。 同时, 我们也了解了中国人所看重的家是怎样一个意义。 让我们继续跟随费晓通先生的讲步, 更深一步地剖析 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序良苏。 家庭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 一般的社会群体是成员之间简单的相加, 而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维系。 与一般社会群体相比, 家庭多承担着一个生育繁殖功能。 这里,费晓通先生提醒我们注意, 虽然生育功能是家庭的主要社会职能,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不会随着生育的结束而结束。 夫妻之间有了孩子, 就要开始孩子的抚育过程。 随着抚育过程的结束, 孩子或许会脱离出家庭, 但是夫妻之间的合作关系却不会因此终止。 既然双方关系不会终止, 甚至是一生一世的合作伙伴, 那么,从生育开始的家庭便会被附加上许多其他的社会功能。 前面我们说过, 中国的家庭更应该叫做家族。 它以复习为中心, 从过去向未来延伸。 夫妻关系, 这是家庭关系的附庸, 是一个复中心。 大家生活在一起, 人数越来越多。 为了避免冲突, 方便解决纠纷, 就需要制定一套可行的行事规矩。 既然以夫妻为中心的小家, 必须要以家族为主, 那么, 这项家规的制定就要以大家族为标准。 这和我们之前提到的,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士族, 为了便于治理, 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宗教是一样的。 一个家族中不止一对夫妻, 有年龄相仿的, 也有差距较大的。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且都不与外界频繁沟通。 久而久之, 家族便是大家唯一的生活世界。 在这个成员变动不大的社群中, 如果单纯地靠感情来维系男女之间的关系, 是极为不牢靠的。 所以, 越是封闭的, 家族权利掌控的地方, 对于男女之间不合规矩的行为, 惩罚得越是严重。 古时候的进猪笼, 便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 单纯地压制也不是办法。 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大家都自觉遵守, 便会免去许多的麻烦。 于是乎, 家族中便出现了男女有别的道德理法。 男人和女人之间区别明显, 男人负责外出种地, 女人在家照看孩子, 相互之间除了生育没有太多交集。 工作结束后, 男人们也不会总是留在家里, 而是外出交际, 寻找同性交流消遣。 女人也是如此, 在工作结束后的闲暇时光, 便会寻找同村的女人聚集聊天。 如果有男人总是和女人在一起, 即便是自家的媳妇, 也会被其他男人调侃上两句。 久而久之, 在中国人的情感上, 矜持和保留, 一直是两性之间交往的常态。 既然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心是家庭, 那么法治在中国乡村就是行不通的。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不能伤恶感情, 所以, 人治变成了乡土社会理智秩序的基本。 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区别, 并不在于人和法, 而是在于维持治的力量。 法治依据的是立法, 而人治依据的是理法。 在乡土社会中, 只要是合乎理的, 便都是对的, 都是合适的。 这一点如果单门从对行为规范的约束上, 与通俗的法律倒是没有太大分别。 但是不同的是, 维持法律的力量是国家或权力机构, 而维持理法的力量是传统。 我们常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管是谁, 出于什么目的触犯了法律, 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但是, 在理法面前, 只要你的行为合乎你自己社群的传统, 那么, 是否造成伤害, 就不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 如此一来, 问题就产生了。 中国有太多的家族, 大家之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答案是, 没有。 所以, 中国才有了入乡随俗的说法。 理智, 在人员流动很低的乡土社会, 也就是家族社群中, 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 如果社会进入了人员流动较大的现代社会, 这套标准就没有了实施的空间。 设想一下,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加入到一个家族中孤立无援, 即使在他看来, 这个家族的族规再不合理, 也没有反抗的余地。 但是, 如果这个家族一般的人都换成外来者呢? 答案, 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人员流动的增多, 社会必将从理智社会进入法治社会, 智的力量也从传统变为了法律。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 中国的乡土社会以家庭为中心, 以理法为规则。 那么, 在这样的环境中, 费孝孝通先生指出, 会出现一个常见的现象, 那就是无送。 所谓无送, 就是没有诉讼的意思。 也就是说, 在乡土社会中, 大家不喜欢打官司。 不管彼此之间有什么冲突, 依照理法, 应该寻找家长解决, 或者按照传统, 老一辈怎么办, 自己也怎么办。 如果其中一家选择了告上法庭, 那便是要用国家的法律来处理, 这不仅是冒犯了家族的理法, 更显得不尽人情。 既然应该遵照理法, 出了问题, 大家又不愿意求助法律。 费孝通先生认为, 这便演出了中国另外一个传统, 连作。 所谓连作, 费孝通先生在这里, 选择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此不叫, 复之过。 理法是族群的规则, 但是这个规则, 虽然可以靠外理来强制实施, 却没有办法让大家都自觉遵守。 创造理法的最初设想, 是社群中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自觉遵守规则, 客气负理。 在每个人都自觉的情况下, 社群的治理便不会耗费 太多的人力物力。 社群想要大家知理, 所以孩子从一出生 便要按照理法的要求进行培养。 这个责任就落在了 父母长辈身上。 这样一来, 孩子不懂礼数, 便是大人没有尽到教导的责任。 孩子犯了错, 大人也有管教不严的罪。 经过费晓通先生这样的解读, 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 为什么在古代, 一个人犯了错, 父母家族也要跟着受罚。 有时甚至连老师都会被牵涉其中。 如果教化得意, 家族子女便不会犯错。 同样的, 如果家族子女做出了坏的行为, 那就是教化者无能。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选择打官司, 岂不是要将长辈的无能宣扬出去? 我们了解了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 道德理法两大模块。 我们将开始第三个模块的阅读, 那就是政治权利。 在费晓通先生看来, 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特点造就了他, 必须选择同样特殊的权利形式。 毕竟, 在相对独立又封闭的社群中, 皇权总是显得鞭长莫及。 费晓通先生通过对人类社会中 权利构成的分析发现, 关于权利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看中冲突, 一类看中合作。 看中冲突的权利类型, 费晓通先生称其为横抱权利, 而看中合作的权利类型 称其为同一权利。 我们先从横抱权利看起, 一旦社会群体中存在冲突, 就会有冲突的双方。 这种时候,权利属于哪一个阶层, 哪一个阶层就是当下的统治方, 而另一个或另几个阶层都是被统治方。 根据这种观点, 只要冲突双方的力量发生变化, 权利的所有权也会随之转移。 人类社群中的冲突是持续性的, 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地 接受胜利者定下的所有条件, 更何况, 这些条件对于失败方 必定具有压迫性。 只要时机合适, 失败方会再次反抗, 权利也会随之变化。 横抱权利作为这种 具有压迫性的权利, 要么持续在冲突的过程中, 要么持续在休战的 临时平衡状态中。 那么与之相反的 同意权利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社会的分工特性 决定了没有一个人 可以完全不依赖他人独立地活着。 即使是最小范围的家庭中, 夫妻双方, 父母子女间 总要相互依靠。 从分工造就的生产力提升来看, 它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 都有利的经济基础。 通过分工与合作, 个人可以获得 单独活动 没有办法获得的生活资料。 既然享受了这些便利, 体会到了合作的好处, 自然就很难再做到 对别人的事情完全不过问, 即无法独善其身。 不管是有意也好, 无意也罢, 大家相互之间 总是合作处理事物。 久而久之便分不清 你家的事和我家的事, 反正都是大家的事。 如此一来, 自家应该做的事情没做完, 相当于拖累了全村, 别家人自然会过来 指责自家。 同理, 别家的事情没做完 就相当于损害了 我家的利益, 我当然有理由上前管一管。 可是, 要没有一定的规则 来约束这种插手行为, 那整个社群就会陷入混乱。 所以, 大家需要明确 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同意别家来干涉 我家的事情是义务, 即使自家人不乐意, 但也要咬紧牙 尽这个义务。 因为如果不尽义务的话, 当别人家侵犯到 我家利益的时候, 便没有理由干涉别家了。 可以说, 每个家庭之间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互相交换了 一部分的管理权。 这种基于合作模式的权利结构 就叫做同意权利, 即你的一部分权利 是需要我的同意 才能够生效的, 而我的一部分权利 也必须得到你的允许。 费晓通先生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阅读发现, 横抱权利和同意权利 总是同时存在的。 社会中的统治者 总是同时代表着 这两种权利, 只不过比重不同。 即使在同一个群体中, 也是一些人之间 发生横抱权利, 一些人之间 发生同意权利。 明白了这两种权利的区分, 大家或许更容易发现, 在现代社会中 仍然有这两种权利的延续。 虽然在一个社会形态中, 横抱权利和同意权利 是主要的两种权利形式, 但是每一个家族 都是相对独立的小团体, 这两种权利 不能面面俱到, 所以还需要一些补充权利。 其中一种补充 就叫做教化权利, 顾名思义 就是长辈教导孩子的权利。 在以复系社会 为主要中心的家族群体中, 长幼尊卑的秩序非常明显, 但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那就是, 这种长幼尊卑的规则 是怎么保持的? 费笑通先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教化。 每一个孩子 在刚出生的时候 都不会了解这些规则, 在长大的过程中 甚至可能讨厌 和反抗这些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没有规矩的孩子, 长辈们是没有办法实行 带有残酷压迫性质的 横暴权利, 而孩子们也不可能 主动与长辈之间 形成同一权利。 这时候就需要 劝说、引导、示范等等 比较温和的手段 来实现对孩子的管理。 这种教化权利 当然并非全部针对孩童, 只要是长辈 对晚辈之间, 有威望的人 对威望较弱的人之间 都可以行使教化权利。 它既不是一种民主权利, 也不是一种专制权利。 费笑通先生 给这种特别的权利 取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 叫做长老统治。 在缺乏流动的社群里, 长幼之间的次序是绝对的, 年长者对年幼者的权利 是可以用强制来形容的, 这也是由乡土社会的 血缘关系决定的。 之前我们说过, 中国乡土社会 是一个以生育 为重要职责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是一个 以父系为轴心的 单系家族组织。 在这个组织中, 所注重的亲属关系 也多是源于生育 而非源于婚姻, 所以称之为血缘社会 更为准确一些。 就生育本身来说, 是每一个社会群体 都必须的, 但是通过生育 会发生出什么样的 社会关系, 却各不相同。 在血缘社会中, 生育可以决定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血缘社会是一个 非常稳定的结构, 虽然其中的成员 会因为生命的限制 无法永恒地 停留在结构中, 但是血缘社会的用处 就是要利用生育和血缘 来维系这个结构的 新陈代性。 父死子继, 商人的儿子仍是商人, 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 这是发生在职业中的 血缘接力。 贵族的孩子依然尊贵, 平民的孩子 只能是平民, 这是发生在 身份阶层上的 血缘接力。 还有财富的继承, 家族权力的继承等等, 都是依照血缘 来定立顺序。 在这样一种 稳定力量的支撑下, 血缘社会 很快便衍生出了 地缘社会。 既然是一家人, 自然要住在一起。 儿生儿, 孙生孙。 家族的成员 越来越多之后, 之前的土地 便不能负担 全部的族人了。 这种情况下, 有能力的成员 去开垦新的土地, 继续扩大族群。 但不管这个族群 扩展得多么大, 最初的居住地 永远都是大家 紧密联系的根源。 即使外出 开垦新土地的成员们 最终通过生育 形成另一个村落, 他们和原来的家族 仍然保持着 血缘上的联系。 这样, 血缘就完成了 空间投影, 将两处并不相连的土地 链接了起来。 直到今天, 中国人仍然看重 籍贯, 只要说出一个人的籍贯, 我们便会联想到一些 地狱性的特点。 大家已经在 前一幕话中 将地狱与人 绑在了一起。 这就是血缘性 在土地上 完成的建立。 读到这里, 相信大家 已经能够理解 为什么中国人 总是讲究 络绎归根, 为什么父亲的祖籍 就是自己的祖籍。 或许也能够理解 被现代人诟病的 重男轻女思想 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这些 都是已经被 新时代否定了的陋习, 但是正是通过 这样一个乡土社会 我们才得以 在新的时代 成长为现在的模样。 中国的乡土社会中 有三种权利 以冲突为重点的 横抱权利 以合作为重点的 同意权利 还有 以传统为重点的 长老权利 我们将了解 费孝通先生提到的 第四种权利 也是最特别的一种权利 时事权利 大家已经知道 乡土社会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 我们甚至可以将它 看成一个 禁止的社会 当然 这里的禁止 并不是说 乡土社会中 没有人缘的流动 而是说 乡土社会的结构 通常都不会发生变化 即使发生 也非常的缓慢 传统的乡土社会 与现代社会不同 现代社会的 变化速度是惊人的 在传统社会中 某个家族的特性 或者说乡土性 上百年 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变化速度 自然会产生 不同的变动方式 现代社会的 变动方式是融合 乡土社会的 变动方式是颠覆 费孝通先生认为 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 通常发生在 旧制度 无法应对新环境时 乡土社会 实质上就是由一个个 相对孤立的家族 形成的社会 从单个家族的角度来看 只要外界发生的变化 不影响到自己 绝大多数时间 都会选择置之不理 可是 当社会发生巨变时 数百年不曾经历过 变化的乡土人 内心是惊慌无措的 这时候 如果有人能够站出来 为大家指引方向 自然会受到大家的拥戴 获得一定的指挥权 这种权力 就叫做 实事权力 是被实事赋予的权力 实事权力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文化为主导的 一种是由武力为主导的 由武力为主导的 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 在乱世中 谁能拥有武力 且愿意保护家族中成员的安全 自然会受到拥戴 那么 什么叫做 以文化为主导的实事权力呢 上面 费晓通先生说过 社会变迁的原因 在于旧结构 无法应对新环境 说白了 就是原来的生活方式 没有办法解决 新出现的问题 有问题 无法解决 生活上 自然就会产生困难 但是 抛弃旧结构 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人们在没有察觉到 旧方法不适用之前 是不会选择放弃的 通常大家都会坚持一段时间 直到事实证明 非改不可 另外 在同一种环境中 生活了上百年的族群 都会形成习惯上的惰性 在旧的结构 还能保持人们对他的信仰时 是不会被抛弃的 但时代是不容反抗的 守住一个没有用处的方式 或结构并没有意义 面对时代的挑战 人们总会改变 如果旧的方式被抛弃了 新的方式又没有找到 这个时候 大家便会陷入混乱 那么 文化的实施权力 便开始产生了 那就是 掌握了新方法的人 会获得大家的崇拜和信仰 这种崇拜和信仰 足以取代之前的旧信仰 经过对实施权力的分析 费晓彤先生从中 扩展出了另一种 乡土社会的特点 那就是 没有社会计划 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 就在这里 在乡土社会中 因为大家都是依照自己的经验形式 在没有社会动荡的时期 大家便不需要新的文化 也就不需要实施权力 乡土社会中的欲望 或者说 需要与文化相融合 可以成为行为的准则 但是 这种准则 并不是完全自觉的 这种准则 与计划无关 乡土社会中的分工 或者说谋划 可以说是天工 而非人力 这种情况的弊端在于 如果是时代环境 发生了变化 乡土社会中的成员 并不能主动地 有计划地适应 这种乡土社会所关注的 只是社会的生活条件 并不会考虑到 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如果基本生存条件变了 人们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盲目地试错 来寻找可行的对策 但是 如果时代条件 变化的速度过快 这种乡土精神 便会非常危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目前 中国几乎已经不存在 没有受到冲击的乡土社会 这种情形 逼迫着乡土人群 开始将目光 转移到生存条件的思考上 这在社会学研究中 表现在一个新名词的出现 社会功能 一个社会作为群体生活的框架 是具有一定功能的 这种功能 是从客观的角度 来考察一项社会性行为 对人的生存和社会稳定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社会的行为 有可能是人们无意识做出的 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 却是可以经过分析得出的 在这种前提下 社会学家或者国家的管理者 通常会自觉地思考 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理性开始进入社会生活中 现代社会是充满知识和理性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结构里 人们倾向于 在行动之前先做出计划 这与乡土社会中 完全依赖经验 不必计划的特点相差甚远 在乡土社会中 自然会在时间中 为人们挑选出一个 足以依赖的生存方案 经过飞孝通先生 对乡土社会的剖析 大家对中国乡土社会 应该有了一个基本的印象 这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 以腹系为中心的稳定结构 在乡土社会中 不善变化是人们的特点 数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 让大家不仅不喜欢变化 更不会应对变化 那么飞孝通先生 便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的乡土社会 应该怎样面对现代世界 现代世界是变化的时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 被隔离在外 所有民族的文明 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在面对冲击的时候 如果一种文化本身 具有很强的变动性 或者能够提前做好准备 那么 强行改变的阵痛 会相对较轻 但经过费孝通先生的解说 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中国的乡土文化 显然要经历这种改变的痛苦 为了解决这种痛苦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 文化自觉的理念 一种面对冲突时期 本土文化和异族文化的态度 他指出 人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 就要充分认识 这个地域的文化 同时还要十分熟悉 这种文化的优势和劣势 从文化本身来看 它是可以适应新环境的 中华文化 是无数先人前辈的智慧和经验 它在历史中 经历了千年的沉淀 即使在当代 中华文化 也能够在世界文化之林 散发出独特的气质与魅力 这样一种文化 是不应该 也不会与狭隘 固守 画上等号的 所以 我们需要改变的 只有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自己 能够秉承谦逊的态度 对外来文化宽容一些 不要抱着偏见的态度 误解异族的文化 也可以达到 和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理想状态 经过费晓通先生的解说 我们不光了解到 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 还明白了 中国的乡土文化 有什么样的优势 什么样的劣势 这应该就是 费晓通先生所提倡的 文化自觉吧 我们已经对 《乡土中国》这本书的 整体内容 有了了解 作为一本 对社会学中国化 起到奠基作用的著作 《乡土中国》 在秉承学术精神的前提下 还兼具了可读性 书中通俗易懂的势力 贴近生活的语言 让思想拥有了 强劲的穿透力 让今天的我们 能够通过 对历史的反观 更加清晰深刻地 认识当下的时代 《乡土中国》 作为费晓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作品 他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探究中 解答了中国社会的基底 层次和底色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 重新阅读这本书 仍然能够为我们 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当年高满20岁的费晓通 报考燕京大学 最初选择的是中文系 在那个崇尚思想的年代 中文系是许多 有志青年理想的院系 大家都坚信 思想可以改变时代 报道当天 费晓通偶遇了 当时在社会学系 担任主任的杨开道教授 出于好奇 费晓通问杨教授 什么是社会学 他能干什么 杨教授回答他 他能回答你 为什么姓费的问题 就这样 费晓通先生 转投了社会学系 在一生的研究中 费晓通先生 一直没有忘记 当日杨教授的回答 社会学就是回答 我们为什么 是我们的问题 乡土中国写作的时代 处于中西思想 交替碰撞的 四十年代 当时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 费晓通先生 辗转于中国的 几所高校 从西南联大 到云南大学 再到清华大学 他就是在 成贡这个闭塞的农村 住在一层 是猪圈的吊楼里 写下这部 中国社会学的 奠基之作 说到乡土中国 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在北大的 社会学习考试中 一定会见到的一个名词 就是 插序格局 这是因为 直到今天 中国的社会学教授们 仍然认为 乡土中国中提出的 这一概念 对中国的社会研究 乃至世界 社会学理论的建设 都具有重大的贡献 在乡土中国的 协作年代 中国的社会格局 在结构上 与西方社会的格局 大不相同 西方社会 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 以个人独立性 为基础的 团体合作模式 因此 形成于西方文化中的 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并不能够直接运用在 中国的社会研究中 面对这种情况 费晓通先生改变思路 从中国社会的历史 和实际状况出发 加上现代社会学 研究方法的运用 对中国的基层社会 进行层层剖析 最终探明了 中国社会的特性 在于其乡土性 这种将现代研究方法 与中国现实 相联系的态度 不仅推进了社会学 在中国的发展 对当代的文学和哲学领域 都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本书收录了费晓通先生 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研究的 十四篇论文 这些论文在主题上 看似松散 但却属于一个完整的结构 整本书的结构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模块 每个模块之间 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从第一篇文章开始 费晓通先生便从总体上 点明了中国社会的 基本特性 在于它的乡土性 而这种乡土性产生的原因 就在于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 是一个极少变动的封闭结构 这种结构的稳定性 一般很难被打破 面对这样一个 具有结构稳定的研究对象 费晓通先生将目光聚焦在了 决定农民生存根本的土地上 土地是农民世代繁衍的基脉 对土地的感情和依赖性 让以农业为生的人们 总是世代定居在同一个地方 迁徙只能发生在非常时期 这种特点决定了 中国乡土社会的 基本社群单位 是村落 乡土社会的生活 是非常富有地方性的 社群成员之间都是熟人 熟人群体的形成 给予了乡土社会形成一种 与机械结构完全不同的 有机结构 所谓机械结构 费晓通先生认为 这个词可以很好地指代 西方社会的群体 在西方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或者说共同生活的基础 是简单的相互需要 它们是一种单纯的相家关系 但是在中国 熟人社群中 除去相互之间的需要 大家还通过血脉和姻亲 联系在一起 大家是一种有机的共生关系 全书的第二部分 重点分析了 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分析了由熟人构成的乡土社会 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特征和模式 文字是人类交流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由于成员之间相互熟识 语言 尤其是简化了的语言 则成为了最主要的交流方式 文字存在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 面对这种情况 费孝通先生提出 想要完成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化 提高乡土人群的文化程度 确实应该普及文字 但是应该怎样普及呢 最重要的工作不仅仅是宣传和教育 还需要足够的耐心 文字的生长力在乡村中被大大的限制了 只有等到限制文字生长的熟人社会基础变得薄弱 文字才能真正地进入乡土人群的生活中 除了熟人居多的特点之外 乡土社会还是一个以插序格局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插序格局决定了乡土社会的社会功能 在于区分内外和公私 所以在中国传统中才会出现 内外有别公私分明的特点 费孝通先生形容这种社会格局 就像是将一块石头丢进水中 处在波纹之中的人 都是与中心发生关系的人 而每个人又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这样一来 便会形成无数波纹相互交叉的网状结构 在我的网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 在你的网中可能只处于边缘 大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网 都是各不相同的 这种相互交叉的插序格局 具有伸缩性 圈子的大小会随着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又因为社会关系是从个人出发的 私人之间的联系被加强了 维系乡土社会的道德 并同样具有了私人性 推挤吉人是中国传统品德 但若总是插手别人的家事 总归不是办法 可家仇又不可外扬 为解决纠纷 大家只能求助共同的家长 由此便衍生出了长老权利 同样由乡土社会的插序格局 延伸出的权利 还有同意权利 我们可以将乡土社会 简单地理解成家的社会 社会中的最低单位是家庭 可以是三口之家 也可以是百人家族 与家人之间 道德上只能注重教化 规范上只能采取理智 而有了纠纷 也提倡额送 最后 费小通先生 从欲望和需要的差别上 区分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 在社会规划上 现代社会依靠的是需要 因此便会产生计划 社会变动的速率越快 人们的需要变化得越快 计划就要随时调整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 能够做到这种 事实调整的机构 只能是国家 在乡土社会中 国家和乡村之间的联系 完全跟不上这种变化速度 想要在乡土社会中 进行社会规划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在乡土社会中 大家依据的是欲望 是最表面的现象 对这种现象的总结 就是传统 读完了这本书 或者大家是否能够明白 在今天的中国 乡村地区城市化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曾经的乡土文化 也不可避免地 要接受外来文明的冲击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